? 大家好 我是見面鳳猫Buster F 耶~~~ 這段時間我有收到一些時信還有留言 就問說上一次AFS更新的時候 我怎麼沒有出更新介紹影片 原因是這樣的 因為上一次更新的東西實在是有夠少 好不好? Super少 所以說我覺得上一次更新的份量 如果說就只介紹那一樣 然後隨一期影片我覺得有點太over了 所以說我打算濃縮起來 合併到這一次更新的時候一起做介紹 那其實上一次比較重要的東西的話就只有一個 我們待會會先去看它 那看完之後我們再來看這一次更新的內容 但是呢我們一樣先看這次的更新清淡 第19號更新 更新的這個動漫是妖精的尾巴 有12個這個新的鬥士 另外是在這個 在炎炎消防隊就是上一張圖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邊 上讓這邊現在又多了一個冰箱 所以 我們現在有三個冰箱 這個是 很久 很久很久 好不好 沒有個 欸為什麼我這邊還沒有冰箱 我去看一下 應該是有冰箱喔 喔有有冰箱在這邊 這是新的這個冰箱 然後 然後的話 但是它這邊現在還沒有跑出來 對這邊炎炎消防隊還沒有跑出來 然後的話再往下看 呃 新的這個 就是RP角色 在那個 黑色五夜巢 有新的RP角色 然後是有新的這個 passive 就是Lucky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去抽新角 然後如果有抽到這個 passive的話再來看看加多少 然後下面一個是 呃有一個這個寶箱在你打到TT100層的時候 這個 這個 我不確定我現在的DPC夠不夠 我等一下去挑戰看看 如果夠的話 就是如果打到100層的話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100層的箱子是什麼 據說跟聖誕節那個箱子很像 我們不太確定 好 那再往下看的話是這個 Raid掉落增加了 具體是加多少 我不知道 等一下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看看 欸上面有流星 等一下去打流星 那再往下看 接下來有一個新的這個DPC排行榜 然後 下面的話是 角色最大等級提升到250等 然後 剩下就是Bug修補平衡調整 好的我們先來到這個死神這張地圖 這個就是上一次新增的這個 欸其實有兩個 還有這個醜得要命的座棋好不好 這個 上次的地圖是那個 呃中末女武神 然後他的座棋是長這樣 那我自己覺得他很醜 他基本上每個人上了這個座棋之後都 就會都是會變成這個蜜蜂長一毛一樣 那你也不知道誰是誰這樣 我是覺得蠻醜的啊 所以我很期待等一下新的座棋長怎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上次的這個合成喔 那他這個合成你是需要解鎖 要到就是到T4才能解鎖這個後面 那他的用意就是把這個 下面比較低等的果子往上合 這是epic的果子 10合1可以合成一個legendary 10個legendary果可以合成一個這個mystic的果 然後10個mystic果可以合成一個隱藏果 大概就是長這樣 那我這邊 合給大家看 其實 就這樣 然後等級會慢慢加 等級慢慢加 就可以合新的果 這樣 前面我記得蠻好合的 然後這邊再往上合 基本上我現在前兩個都是會往上塞 那至於這個的話就是 我在思考一下看是用mystic還是用隱藏 比較好 我現在是 我覺得應該是都合到隱藏比較好啊 因為mystic現在角色好像也不太需要 基本上 現在都是拿來過度用的 基本上現在都是需要用到3隱藏 比較重要 所以 丟這3隱藏 我覺得比較划算 這就是上次更新的內容 你看真的有點少 所以說我們就 緊接著 我們來看看這次更新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話 一樣我們到終末女武神 來用地圖 我們看一下新地圖要多少錢 多少錢多少錢 多少錢 1Q 好不好 要1Q才能進去 那我現在有 一點點 一點點 我再趕快進去 Yes 到新的土 Ok到新的土之後 妖精的尾巴 我們先來 解個任務 好 各位就是歡樂的解任務跟抽角時間了 2,000年 後來 好 我們終於 抽完了這個 我們剛剛 抽完了一次 抽滿了我們的背包 而且我們解任務 我們先來看看 呃 剛剛拿到的 呃 先加25個空格 然後 加10 10%元 然後我們的星座起 好 期待就有新座起 應該是 這一隻鳥 3 3 4 對 OK 我們來看一下新的座起 喔 哈哈哈 這鳥 看起來 這是鴕鳥嗎 耳朵長翅膀的鴕鳥 好好笑喔 好 那 這是 這是新的 新的座起 最後一個 開起來看一下 OK OK 可以這樣 好 那 這一次的話 一樣 好不好 會有code 我們來輸一下code 這個code的話 一樣是星圖的名字 Kingdom4 好不好 那輸的話 一樣會有 enjoy的update 應該是會有 一個 token token 沒錯有一個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加成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找一下 據說 這一次的地圖當中 也有隱藏boss 那我的話是 還沒有找到 所以我現在來找一下 是你嗎 應該不是 只是 tiny而已 隱藏boss 你在哪裡 在哪裡 隱藏boss 完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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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幹嘛 我看到了 欸 這個太好找了吧 這應該是我最近這幾張地圖 找最快的一次 靠 我開始找 才幾秒鐘 還不到一分鐘就找到了 太扯了 OK好 那那個 隱藏boss的部分 就是在這邊 在某一個石頭裡面 nice 獲得成就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個 pessy的部分 呃 這是比較遺憾的是 我剛剛抽完之後 好不好 我連最最爛的 lucky1都沒有抽到 你看lucky2也沒有抽到 那lucky3一樣是這個 呃 是彩虹的 那這一個lucky的話 根據 根據我的了解 他就是 呃 用在 抽 抽角色的時候 也就是說 如果你裝備上有 裝有lucky的這個 性命的角色的話 你這邊的這個 lucky 就會再往上加 那這個的話 其實我不知道 他的這個lucky lucky lucky3 應該會加蠻多的 我不確定他有加到多少 如果說他加到 可能 0.5 之類的 我不知道 0.5的話 那7隻 那就會有加 多少去了 再加3.5 也不太可能加到0.5 如果加0.3呢 就是 藍色加0.1 然後 紫色加0.2 橘色加0.2 然後 這個彩虹的加0.3 我不知道 但是 這個加上去的話 其實還蠻多 就差不多會等於 你一個gamepass 甚至超過一個gamepass的威力 所以我覺得 是一個蠻op的passive 我覺得到最後 就是現在抽的時候 應該每次都要去 留意 有沒有抽到 Lucky 尤其是Lucky3 那到最後的話 應該就是每個人身上 都要留7隻 Lucky3的角色 也不需要身 就是留在身上 然後你抽角色的時候 就去使用他這樣 OK 那 這個就是 大概就是這一次passive的介紹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排行榜的部分 你看到這排行榜都很多很多 呃 這應該是 到哪裡 唉唷 這是 這是排什麼的 看到我在這邊 榜1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00000 這是不是這個伺服器 是不是這個伺服器裡面的人啊 現在這個伺服器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他只有我而已 是這樣嗎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DBC這種東西 你問問別人就知道了 他看排行榜沒什麼用 OK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呃 TT這邊 Time Trail這邊 那可以看到 我已經很久沒有來打過 這個Time Trail 那他即將在5秒鐘 4 3 2 OK開門 好 那開門之後呢 我們我們有開這個 所以我們會從第48間開始 就是我們現在進到49間 那我們這次目標的話是 去到100間 100間房間 然後看看裡面 到底是有什麼 寶箱在裡面 我還沒有打過啊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打到那邊 說不定 打不到那邊中間就掛了 OK 我們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可以看到上面 花了11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們來到了第99間 馬上這一關打過的話 下一間就是100間了 那按照我們之前 呃 我們一般打的話 應該是不會用 呃 用最強的角色打 應該是會用那個 吸盤角色 用那個 收集器的角色 來打 因為這樣的話會掉比較多的 那個 這邊 你看到我打到99間喔 才 才64片 但如果我一般打到 大概六七十間的時候 他就會有 很大量 可能八九十 八九十個 那 那 但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嘛 我們今天是為了要 挑戰打到100間 所以我就不浪費時間 趕快打到這邊來 馬上這邊 呃 打過 這也是我第一次喔 一個人打到99 也就是100 100 我之前的話都是 我記得我之前 大概是一個多月前 然後是給別人帶的 帶我打到這個 100 那我現在自己打到100之後呢 100間有什麼東西 NO 我進來這邊之後 啥都沒有 我是不是被騙了 不是說100room有一個房間嗎 有一個什麼東西 還是要結束之後才有 喔這邊有看到了 第101間的地方 有一個這個chess 那他給的東西 欸我剛剛沒有把它點掉 OK 他給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應該開著打的 完了 好那應該不太 不太有可能是這次碎片啦 所以應該還是給這些東西 然後我剛剛看他是給了5個 那我確定這個沒有加 呃 這個也沒有加 所以 基本上是這一些好不好 基本上是這一些boost的部分 OK 這一次的更新介紹 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整體上來說 搭上上一次的更新 兩個更新做總統的話就是 讓我們整個角色再往上提升 就是你可能之後 現在可能閃合成的角色都 都不太能夠當作主力來使用了 現在大家大部分應該都是要求 閃隱藏 那就透過那個 收集水果的方式 就是水果一層一層往上合 上次也開了這個往上合的機制 那這一次的話就是又再新增了25等的等級上限 那每次更新新圖其實等級上限都會在 就是理論上來說都會在往上上升時間 因為這樣才有往上升的空間 給大家升 那再搭配上這次又開了第三個冰箱 就是我們這個成長用的這個球 這個太空艙 然後再加上上一次因為有一個bug的關係 所以就是大部分如果你有師傅的話 幾乎你都已經開了第七個 因為那個bug就是 你只要按下那個 起中間不是本來可以從48 48房間開始 但是上次那個bug一開後就是135間 所以你就可以自動拿到了第七個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已經是有 7個人在場上 再加上這些大家可以 你看場上同時會有 7隻角色 然後再加上有3個是可以待在休眠長年園 所以整體來說你可以用的角色 或是說 配備需要練的角色又再變得更多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給身邊 有專門AFS的朋友 對於這次的更新 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說你對妖精的尾巴 這個動漫有什麼特別的迷戀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區跟我討論 我是Tim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